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几年前我在阿拉泰的深山牧场里面生活过一段时间 那个地方人际寒致 除了牧羊人 没有旅行者能够进去 因为他靠近边境线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走夜路 但是走夜路它是挺危险的 因为山里面它会有很多的一些野兽 像熊呀狼呀什么的 我们就会感到很害怕 然后就会不停地唱歌 一来给自己撞撞打 二来也希望这个歌声能够提醒 远方的潜在的危险 人害怕野生动物 其实野生动物也是害怕人的 然后这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其实它可以算是一首诗歌吧 走夜路请放声歌唱 在呼南别斯 呼南别斯就是我生活的那个地方 然后里面涉及到一些人名 比如像马克沙提还有后面的阿拉尔 阿拉尔是个小姑娘的名字 马克沙提是我认识的一个牧羊人 在呼南别斯 大片的森林 大片的森林 还是大片的森林 马克沙提说 走夜路要大声的歌唱 在森林深处 在前面悬崖边的大石头下 你看那团黑乎乎的大东西 说不定就是大钟熊呢 大钟熊在睡觉 在马蹄声惊扰到它之前 让我们大声歌唱吧 远远的大钟熊就会从睡梦中醒来 它侧耳轻轻一会儿 沉重的起身 一摇一晃走了 让我们一起唱歌吧 让我们一起唱歌吧 大声的唱 小女在河边的草地上 亮晒着鲜艳的衣物 当你骑马离开之后 它就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一百年都没有人经过 一百年都没有人慢慢的走近它 那一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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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直睡到黑夜 它一直睡到黑夜 大钟熊也来了 闻它 绕着它 走了一圈又一圈 这时 远远的 有人在星空下唱歌 歌声越来越近 它的睡梦越来越沉 大钟熊的眼睛闪闪发光 夜行的人 黑暗中 你们一遍又一遍地经过了些什么呢 在你们身边的那些暗处 有什么被永远地擦肩而过 那洗衣的少女 不曾被你的歌声唤醒 不曾在黑暗中抬起面孔 在草地上撑起身子 循着歌声记起一切 夜行的人 再唱大声些吧 歌唱爱情吧 歌唱故乡吧 对着黑暗的左边唱 对着黑暗的右边唱 再对着黑暗的前方唱 边唱边大声说 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夜行的人 若是你不唱歌的话 不惊醒这黑夜的话 就永远也走不出湖南憋死了 这重重的森林 这崎岖千细的山路 这孤独席背的心 夜行的人 夜行的人 若是你不唱歌的话 你年幼的阿那儿 在后来的所有清晨里 就再也不能通过气息 分辨出野茶叶和普通的牛巢 你年幼的阿那儿 你真爱的女儿 你真爱的女儿 她夜夜哭泣 她胆子小 声音微渺 眼光不敢停留在 非适的事物上 要是不唱歌的话 阿那儿将多么可怜啊 她一个人坐在森林边上 听了又听 等了又等 哭了又哭 她身边路珠闪烁 她沉沉的路珠中 打开无数扇 通往最微小世界的门 但是她再也打不开了 你不唱歌了 她一扇门也没有了 要是不唱歌的话 木屋边那古老的小坟墓 那个七岁小孩的圈身之处 从此不能宁静 那个死去的孩子 夜夜来找你 通过你的沉默去找她的母亲 那个孩子已经过世了几十年 当年她的母亲安葬她时 安慰她小小的灵魂说 你我缘分已尽 各自的道路却还没有走完 不要留恋人间了 不要为已经消失的疼痛而悲伤 但是你不唱歌了 你在黑夜里静悄悄的经过她的骨盒 你的安静惊动了她 你的面庞如此黑暗 她敏感的惊疑而起 她顿时无所适从 要是不唱歌的话 黑暗中叫我到哪里去找你 叫我如何回到湖南别斯 那么多的路 圆绵的森林 祈福的大地 要是不唱歌的话 有再多的木材 也找不到一粒活种 有再长寿命 也得不到片刻的自如 要是不唱歌的话 说不出的话 永远只哽咽在嗓子眼里 流不出的泪 只在心中滴滴旋接 坚硬的忠辱时 我曾听过你的歌声 那时我站在湖南别斯 最高的一座山上的 最高的一棵树上 看到了你唱歌时的样子 他们都说唱歌吧 唱歌吧 唱了歌 熊就不敢过来了 你便在冷冷的空气中 陡然唱出第一句 就像火柴在擦尺上 擦了好几下 才吃得引然一处火苗 你唱了好几句 才捕捉到自己的声音 像人员泰山 握住了悬崖间的腾锁 你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声音 在群山间飘荡 我就站在你路过的 最高的那座山上的 最高的那棵树上 为你四面观望 愿你此去一路平安 我也曾作为实实在在的形象 听过你唱歌 还是在黑夜里 你躺在那儿唱着 连木屋檐的缝隙里 紧塞的干苔藓都复活了 湿润了 膨胀了 迅速分裂 你躺在那里唱着唱着唱着 突然那么忧伤 我为不能安慰你而感到更为忧伤 我也想和你一起唱 我也想和你一起唱 却不敢开口 于是就在心里唱 大声的唱啊唱啊 直到唱的完全打开了自己为止 直到唱的完全离开了自己为止 然后我的身体沉沉睡去 但是在这样的夜里 哪怕是睡着了 仍然还在唱啊唱啊 大钟熊你听到了吗 大钟熊你快点跑 跑到最深最暗的森林里去 钻进最深的洞穴里去 把耳朵捂起来 不要把听到的歌声再流出去 大钟熊你惊讶吧 你把歌的消息四处散步吧 大钟熊以歌为分界限 让我们生活的更平静一些吧 更安稳一些吧 OK亲爱的 哪怕后来我们去到了城市 走夜路时也要大声的歌唱 像喝醉酒的人一样 无所顾忌 大声的唱啊 让远方的大钟熊也听到了 也静静的起身 为你在遥远的地方让路 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 那个时候我刚刚离开牧场不久 对牧场还有的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然后就写了这篇文章 走夜路请放声歌唱 嗯 嗯 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应该这样 在这个漫长的被疫情控制的假期里 嗯 虽然很枯燥很孤独 但是也要唱歌 也要阅读 这是第一篇文章 第二篇是夏天是人的房子 冬天是熊的房子 嗯 这篇他也是写的是 嗯 在牧场上的故事 也是一首比较 也是一篇比较抒情的文章吧 嗯 嗯 在山里面 牧人他就水草而居 所到之处就支起了沾房 也就是蒙古包 在蒙古包里生活 但是在一些很高很高的地方 那些地方 骆驼不容易上去 嗯 就把他就会把物质放在山下的一个地方 然后只把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带到山上 然后牧人就会砍伐树木 嗯 盖起一个个木屋 这些木屋可以用很多年 就成为夏木场上 嗯 木人们的七夕点之一 一般这样的木屋 每次都会使用一到两个月 直到温度变化 然后嗯 木草吃完了 嗯 木人会带着羊群离开这儿 因为在一个地方长期的放牧 它是会影响 是会破坏环境的 所以要流动的放牧 实际上木人才是最绝环保的 木人在 木人他 他在大自然中迁徙 其实动物也是一样的 比如像燕子 他冬天会飞到南方去 然后春天再飞回来 嗯 还有 很多动物也是这样的 像阿拉泰的深山里面 熊的 熊在夏天会去到 水草更为风貌的 北方 就山的北方 山它分为南边和北边 两边 南边是冲 冲着太阳的那一面 北边是背阴的一面 在夏天的时候 北边它会更加的 嗯 水草茂盛一些 嗯 但是到了冬天 北边的雪特别大 于是动物们就会迁徙 到南边去生活 南边的雪要薄一些 那时候牧人已经离开了 大中熊 他们 有的会在洞穴里冬眠过冬 有的会用 会借助牧人们留下来的小木屋 因此这一小木屋 它实际上 也是给大中熊 他们盖的 给大中熊 他们提供了一个冬天的躲避风雨之处 我觉得 这是牧人告诉我的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温暖很温暖 然后我就把它写了下来 也是像诗歌一样的一篇文章 夏天是人的房子 冬天是熊的房子 里面提到的人物有 斯马虎里 是我生活的那一家木屏里的小儿子 还有提到的一个人物 好像就只有斯马虎里 还有卡西 一个小姑娘 16岁的小姑娘卡西 这个地方 这个牧场名叫武赛 武赛牧场 在武赛 在一场又一场的 漫长的下午时光 我们在森林之巅的小木屋中喝茶 雪白的羊油 咬进滚烫的黑茶 坚硬的干面包被用力掰碎 泡进茶水中 泡软了之后 一口一口 洗勺 搅在碗里 慢慢的咬啊咬啊 一口一口吃掉 那么安静 风经过森林 像巨大的灵魂经过森林 敞开的木门外 森林在 森林在 视野的下方 天空 占据了世界的三分之二 它的蓝色是那样的光滑而坚硬 这时 死马狐狸说 这个木头房子吗 夏天是人的 冬天是熊的 六月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的驼队 穿过森林 一路向上向上 缓慢而沉重的 走着无穷无尽的枝子 因为驼队直接上山的话 山太陡了 所以他要走 枝质型的路线 比较省力 最后终于来到最高处 这临海中的孤岛 夏天开始了 北上转场之路的最后一站到了 我下了马 徒步走完最后一段路程 眩晕的来到山顶最高处 看到去年的木头房子 寂静的等待在山路尽头 在天空之下 夏天开始了 死马狐狸把被大雪压塌的屋顶修好 换掉压歪的柱子 我们七手八脚打扫地面 支起了火炉 在地上铺开花毡 墙上挂好 绣着金线银线的黑色颜袋 茶叶袋 卡西去山下远处的沼泽里打来清水 引燃炉火 夏天开始了 夏天里 大钟熊们又在哪里呢 哪怕站在最高的山顶四面眺望 也看不到他们的蹤影 卡西带我去森林深处 她指着山峰一面的岩石缝隙说 看那里熊的房子 我爬上去 侧着身子 臭向凤旗里的暗处 里面有巨大的安静 大钟熊不在那里了 它童年依稀的微光还在那里 我们生活在夏天里 大钟熊生活在冬天里 我们永远都不能 在森林中走着走着 就一面遇到 后来时间到了 我们离开了午赛 这时遥远地方的一颗落叶松下 大钟熊突然感觉到了冬天 它爬上最高最高的一座山 目瞬我们的驼队 蜿蜒难去 冬天开始了 是呀 大钟熊 我们的木头房子 夏天是给人住的 冬天是给你住的 我们用一整个夏天 来温暖木屋 然后全都留给你 大钟熊 我们铺了厚厚松针 和干台血的床 留给你 整整齐齐的门框 留给你 结实的 开满白色花朵的屋顶 留给你 你在寒冷的日子里 吃的饱饱的 循着去年的记忆 找到这里 绕着房子走一圈 找到门 你拱开门进去 多么安逸的角落呀 你倒头就睡 雪越下越大 永远也不会有一行脚印 通向你的睡眠深处 雪越越下越大 我们的木屋都快要被埋没了 你像是睡在深深的海底 大钟熊 你的皮毛多么温暖呀 你的身子深处一定是滚烫的 摆风呼呼的吹 你像是深深的钉在冬天里的一枚钉子 你在自己的睡梦中 大大的睁着美丽的眼睛 夏天是人的房子 冬天是熊的房子 这两场故事明明是分头进行的 生活里却处处都有你的气息 大钟熊 我们睡着的时候 你也在身边 温暖的卧子 我们走在路上 你和我们不时的擦肩而过 我们跪在沼泽边 俯身凑上脸庞喝水时 也看到了你的导影 大钟熊 在午赛的群衫之间 你在哪个角落静静的穿行呢 浑身挂满花瓣 湿漉漉的脚掌 留下一串 一串转瞬即逝的湿脚印 大钟熊 我想把我的红色外套 挂在森林中 让它去等待你的经过 让它最终和你相遇 第二年 我去寻找我的红外套 直到迷路的时候才看到它 那时它仍高高的 宁静的挂在那里 大钟熊 我快要流下泪来 我想把我的红外套 挂在森林里 想和你站在一起 久久的抬头望着它 大钟熊再见 在阿尔泰茫茫群山中 围绕着我们的木头房子 让我们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平安的 幸福的生活下去吧 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 我常常觉得 人和动物其实 它就应该这样相处 它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 互相不打扰 互相不侵犯 生活在一个地球上 一个空间里 我真的觉得野生动物 生活得好辛苦呀 嗯 它们的地方 本来就已经很少很少了 可是 为什么人类那么贪心呢 为什么要迷信 吃野生的东西 就会更健康呢 嗯 真的是 吃野生动物 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哈哈 我再朗诵一篇吧 这一篇非常短 讲 这一篇的时候 我住在阿勒泰 的克兰河边 那时候河边有很多平房 现在全都推倒了 我和我的外婆住在那里 房子有两个门 一个前门一个后门 后门打开就是克兰河 这个河水穿过阿勒泰这个小城 非常的美丽 我住的地方相对比较偏 因此会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 嗯 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名字叫 名字叫做房客 除了喂老鼠以外 我还喂养着其他一些 莫名其妙的小东西 喂老鼠这件事 是在前一篇文章里面祈祷过 我们家有老鼠 哈哈 我不怕老鼠 但是老鼠太多了 就是很麻烦 老是咬坏东西 于是每次我吃饭 都给他们留一点饭 就希望他们吃饱了 就不要再来咬我的衣服 不要再来偷我的食物了 这是前一篇故事里的 嗯 情节 除了喂老鼠以外 我还喂养着其他一些 莫名其妙的小东西 之所以说莫名其妙 是因为我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都是什么 只知道头一天留给他们的饭菜 第二天总会消失的干干净净 都是些吃不完的剩饭剩菜 虽说不能吃了 但总归是食物呀 食物总归是用以滋养生命的 若是把他们倒进垃圾堆的话 多可惜啊 白白的腐坏了 每天半晚 我将他们倒在后门的台阶旁 于是在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里 那些长着明亮眼睛的小东西 就悄悄的向我家后门靠近了 到了台阶附近 他们先站立片刻 侧耳倾听 然后才按耐着喜悦 慢慢走向食物 另外有一些时候 等他们走近了 才发现食物们已经被 另外一位老兄截足先登了 于是他在原地轻轻地闻一阵 又等待了一会儿 这才失望的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然而所有这些 我都不知道 只知道早上打开后门 台阶上空空如也 好像自己从来 都不曾在那一处留下过什么东西 直到下一场大雪之后 才搞清楚一夜之间 来了多少访客 最大的访客 估计是一条流浪狗 狗的爪印一看就知道 还有一种小动物 特别小 比我的小狗 赛虎还要小 脚爪印非常可爱 是圆形的 隔十公分留一个 非常均匀整齐地 成一线排力 它从北面摇摇过来 经过我家门口 上了台阶 并且原地转了几圈 可能还敲了敲门 又期待了一会儿 终于还是离去了 小脚印消失在了 南面的雪野中 还有一种脚印 拖拖拉拉的走着的 每走一步都会在雪地上 刨出长长的雪道 后提与前提 其落脚点 平行 隔排着 从容不迫 四平八文 还有两行 像是野兔子的脚印 可是却没有一行 人的脚印 头一天晚上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一点也不知道 外面下雪的事情 更不知道雪停之后 这几访客 如何一一前来 又一一失望而去 大雪带走了食物 它们的失望 让人越想象 越新交 这篇文章写于2006年 实际上我到现在 我都希望城市里面 能够有一个角落 能够留给各种流浪的动物 像鸟呀 流浪猫 流浪狗呀 还有其他一些动物 浪费食物真的是一件 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我希望所有多余的食物 都收集起来 能够让它们 物有所值 物归其用 而不是白白的 腐烂在那鸡箱里 嗯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祝大家 假期快乐 嗯 嗯 嗯 sant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